煮熟了 再晒 在太陽底下曝曬的不是蝦米 是四湖鄉有名的特產建蝦乾 四湖鄉有一項特別的名產建蝦乾 源自早年海鮮不易保存的時代 漁民用曬乾的方式將新鮮的建蝦製成蝦乾 獨特的風味是深受老饕喜愛 蝦乾的製作方法 你把新鮮的蝦 一般我們用的是 中蝦就是建蝦的中的 那蝦乾那個中蝦拿回來 我們是一隻一隻的剝 那剝放在網子上 然後入曬 曬到晚上的時候縮起來放在冰箱 然後隔天第二天再曬第三天 然後這個就是第三天已經曬第三天了 這是成品了 那他吃的風味 你是直接新鮮的蝦去剝的 所以他吃起來的口感會比較鮮甜 大部分內行人 他是比較喜歡吃這個蝦乾 有一位青年漁民胡子綺 就向他的婆婆學習這項手藝 他表示來學習並傳承這個產業 就是希望這項在地特色不要失傳 雖然八斤蝦才能曬出一斤蝦乾 製作過程也很費工 不過他還是期待這個好滋味可以讓更多人認識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就是接著這個文化產業 因為我們屬於雲林縣似乎相屬於偏鄉 那這邊的婦女就業的比較困難 然後就是說希望說可以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 讓他們有一些收入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因為這個傳統文化產業呢 是我婆婆她延續下來的 那我們當初也是覺得說 這個產業如果流失的話蠻可惜的 畢竟他是百年的歷史 那對我們來講我們是好幾十年的產業 又結合我們當地的武術文化 希望說可以用這個產業跟文化 是可以互相串連在一起的 煎蝦乾有特殊的氣味 再加上比一般白蝦更加清甜 除了可以直接食用之外 也可以加入各種菜品當中增添鮮味 不過料理之前還有一個重要事項要特別注意 就是我們的蝦乾呢 我們非常的不建議就是浸泡 因為如果你浸泡的話 它會讓蝦子的鮮味都流失 變成說你在吃一個暖暖爛的東西 對所以我們是這樣抓洗 例如說像你洗蝦的 你會過一下水這樣 但因為我們是日曬的關係 一定會有些風飛沙 所以洗是這個動作 抓洗這個動作 是要讓你上面的灰塵 跟一些風飛沙把它洗掉 那是建議三到五次 最多來講的話三次就可以了 因為漸蝦數量的減少 蝦乾的產量也越來越少 再加上市場常常供不應求 有興趣品嘗這個好滋味的民眾 手腳要快 記者李宏波採訪報導 沒有多好 下集中 一會兒 下集中